上时这部剧属实是给小编看懵了呀 自从他上线后 小编就一直在蹲 目前是追到了第16集 所以本期话题是由徐凯 吴静岩 王楚然等人主演的美食古装剧上时 接下来 我们说说剧里那些围绕着姚子金展开的 令人迷惑的人物关系 吴静岩所示女主姚子金 一直夹在苏月华与英子平之间 两个人为了姚子金 无时无刻都在争风吃醋 三个人的常态是苏月华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里 姚子金想过去却被英子平死死拽住 又或是姚子金受难 两个人都很关怀他 但苏月华每次都被英子平截胡了 然后他就看着他们亲密的样子气得不行 个人就感觉这部剧的剪辑是真的有大问题 剧情非常不连贯 跳跃性太强了 不知道删减了多少内容 感觉循序渐进的过程都被剪掉了 剧中人物关系没交代清楚 就直接有了挺深的交际似的 前面的剧情里 为什么英子平总是看苏月华不顺眼 姚子金和英子平是怎么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好歹是女主的主要人物关系系 你不详细介绍 有几句话概括一下也行啊 有观众说三个人的友情总有一个人是多余的 又说友情有先来后到 就这剧情你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反正小编是一时分不清到底谁是先来的 很不懂站在英子平这边的人 为什么要妨碍你的朋友去交新朋友呢 就因为你觉得友情是有先来后到的 就不允许他和别人好 人的路是自己选的 没必要过多的去干涉朋友的人生 何况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别人也不是怀揣着恶意故意接近的 但小编也承认 三个人的友情确实难以平衡 有容易被忽视的 有聊得格外投机的 久而久之 示弱感会让人产生极度 姚子金与尤一番第一次见面时就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故事感 两个人还都问过对方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正当观众以为友一番喜欢的是女主姚子金时 苏月华突然出现 两个人不知怎么的就很熟了 真是令人迷惑得很 于是 大家就猜测友一番是不是喜欢苏月华 她的官配怕不是是苏月华吧 毕竟两个人同病相连 都是入宫来报仇的 这一对有很强烈的CP感 后面她说想跟姚子金合作 这里也很迷惑 友一番的心思很重 她忽然说想合作 恐怕没那么简单 友一番跟姚子金在一起时总感觉有一股子宠溺感 以友一番的真实身份来看 姚子金会不会是她小时候的白月光 总感觉友一番接近姚子金是有别的目的 不过 小编还是很可遮对的 友一番看女主的眼神不正常 俩人的戏份也很戴感 有病交强之爱闹味了 阿玲 大